战会全拿走,开店就赚钱 大家好,我是评论王老师 之前我教过大家一起卤猪蹄,用红骨 今天我用一个华卤做一个卤鸡爪 卤鸡爪我们要用到一个核心的香料包 接下来我们就配置香料包 卤鸡爪好吃不好吃,香不香 重点就看这个香料包的配置 这个香料包里有 小茴香,桂皮,八角 以及花椒等等一系列的香料 配置而成聚集比例,我已经打在屏幕上了 今天我教大家做华卤鸡爪鸡爪 这个华卤所谓的黄 从哪里来呢?我们宣伦天然食材黄芝子 黄芝子提前用刀开碎,再使用它效果更好 然后装入料包中 杂紧后放入清水中,稍微冲洗一下 去其灰尘和杂质 你看这个颜色立马就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炒这个糖色 配合黄芝子使用 效果更好,颜色更自然更漂亮 锅内加入少许油 下入冰糖 炒到冰糖融化 炒到冰糖融化 一定要不停翻动 炒这个糖色也可以用北山糖 但是冰糖炒出来的糖色 灼色率更高 炒到冰糖融化后 不停搅动过底 等液体表面全部起沫后,再加入水 看着马上就要起沫了 沫子起来后,凶速加入水 然后关火,糖色就炒饰完成 做这个卤鸡爪 我们还要用一个油 这个油加到卤汤里 卤出来的鸡爪 看着油肉有卖相 而是吃到嘴里,肉口不裁 菜籽油和鸡油按L比1的比例 如果开火烧得融化 鸡油融化后 加入葱姜 小火慢慢炸 去除油的油腥味 炒到味花,捞出葱姜 捞出的葱姜 千万不要倒 放上凉后 我们装入香料包中 刮过后 这样我们的料油就制作完成 所有工夫的工作完成 接下来我们拢鸡爪 买回来的鸡爪 我们提前去脚指甲 用清水浸泡收拾干净 提前准备好一锅高汤 高汤的教学我们前期四瓶有 烧开 然后加入黄芝士包和糖色 搅拌均匀 再加入盐 和我们的香料包 下鸡爪 然后放上烧鼻子 用碗压住 然后顺着锅边 加入我们熬好的油 然后放上烧鼻子 全程小火 如果用大火挪的话 挪出来的鸡爪 卫星不完整 皮容易烂 15分钟四瓶到 关火 然后浸泡20分钟 如果你想口感更绵软一些 可以煮到20分钟再关火 泡出四瓶到 起锅 捞出壁子 捞出料包 捞鸡爪 你看看 你看看 颜色黄亮 诱人食欲 最后再刷上我们鲁汤上的露油 发子风干 保持色泽 颜色自然黄亮 香味铺皮 这样我们的鲁鸡爪 制作完成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鲁鸡爪的三个技术要点 一 这位料包可使用三次 老汤可重复使用 越鲁越香 二 炒糖色死 兼用冰糖 冰糖的着色力更高 开始更自然 三 鲁鸡爪死 全是用小火把控好时间 保持鸡爪的满正性 今天的鲁鸡爪教学就在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学习 更多餐饮开店方面的技术 请持续关注我吗